我剛剛,青年、壯年、老年 當然不一定要這樣劃分 只是假設我想到的,OK 那特別注意 所以你的這個規則,如果變的話 那主要是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else下面這個邏輯 去做修改 那我要怎麼改? OK 接下來的話,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們有三個吧 青年、壯年、老年 然後你可以按照順序,先青年、壯年、老年 那怎麼敘述? 如果第一個邏輯是if OK 那除此之外的話是else 可是如果中間還有別的話 特別注意,你可以改一下 改什麼? 請特別注意 這個有點像,應該這樣記比較好記 就是在這個if的下面這個enter一下 讓它back到前面去 那我的習慣是拿這個來改 其實呢,如果你有第二層邏輯的話 那其實它跟第一層很像 那只是差別在哪裡? 我把它Ctrl-C 貼到下面這邊來貼上 差別只有就是說在if前面加一個el 叫,應該怎麼說 應該叫el if吧 就是有點像是if 這個第一個條件有點像那個 什麼寫文章論說裡面首先嘛 然後el if就是其次嘛 那如果再來下一個還有第二個條件 就是再其次嘛 繼續再其次嘛 反正一直在其次下去嘛 所以第一個條件是說 如果我們假設h 年齡是我們從小的開始 如果是小於18 那就未成年對不對 那如果第二層的話就是 如果它的年齡不是小於18 是大於 而且等於 所以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18 空一格 後面的話有第二個敘述 而且是and and的什麼呢 and的h 應該18到30嘛 而且要等到嘛 而且年齡要大於等於18 而且要小於等於30 OK 有沒有 這樣敘述應該可以理解吧 中間加一個and啦 OK 也就是說 有點像那個 切條線嘛 然後這邊是18歲 18歲的話 這個是18 這個區塊 這邊的話呢 就是未成年嘛 那18到30 有沒有 30的話 這個區塊的話呢 那就是青年嘛 那再往這個方向這邊的話 就是在65 這個中間的話呢 是狀年 再往上這個區塊呢 那就老年 有點像四分法 OK 應該可以知道這個邏輯吧 所以我要的是這個區塊的話 那就是寫這樣子 有沒有 alif 所以剛剛其實我是把上面這個程式貼過來 然後加一個alif 然後並且把它的那個條件寫出來 那因為有兩個條件 所以我加and 那這邊的話就把它改成什麼 叫青年 OK 青年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寫完 那撞年的話怎麼做 其實撞年更簡單 因為撞年的話 其實直接拿這個來改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 第一個寫完 你就可以貼嘛 貼下來改加el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條件 那第三個條件就Ctrl C嘛 那一樣喔 狀年怎麼改 Enter 然後直接back到前面貼上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這個改一下嘛 應該是 大於等於 這邊應該31吧 能不能30 所以31 OK 或者是大於 如果你要30的話 你這邊不要等於就好了 大於30 那就不會涵蓋到這個30 OK 看看各位啦 不過我覺得不要改好了 反正就是拿上面來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 H 小於 小於 這個應該是65 OK 所以等於65歲呢 也是撞年好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他改一下 把它改一下 撞年 好 那再來的話 你想說 那如果最後一個 應該是不是也要在 老年的部分是不是也要在複製啊 其實 複製再貼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再一個else 可是其實理論上 應該剩下來就只剩老年 就65歲以上了 其他都已經被 被劃分掉了 OK 所以其實最後一個 直接就 else就可以 然後呢 直接把這邊改成老年 好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 我們 程式 就寫完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反正我們剛剛 他主要是增加中間這一塊 頭尾其實沒變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 有多重邏輯的話 那你就是 繼續在中間加 LIF 第二個條件 第三個條件 那如果還有第四個條件 沒關係 再貼 然後再一個條件 第五個條件 沒關係 再貼 再改 所以他結構都一樣哦 這個是基本架構 以後的話 你就照這樣的方式去撰起 好 那最後的話 RUN一下看看 所以我們如果年齡 35歲好了 35歲應該是 應該是壯年吧 OK Enter一下 如果Enter是壯年 那表應該OK 中了 沒錯 那如果 假設80歲好了 應該老年嘛 應該第一個不對 第二個不對 第三個不對 OK Enter一下 老年 那OK 那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就是 原則上 就是補中間這一塊 那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 慢慢把它 OK 好 試試看哦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哦 馬上練習 因為這東西其實熟了之後 我覺得 就很直覺了 那你會發現 其實Python 這種邏輯敘述 其實比較接近口語啦 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 這個條件 所以你慢慢如果可以把 這些敘述方式哦 可以跟 你的那個直覺 可以 怎麼講 可以 這個這個 直接 就是你可以很直覺把它打出來的話 那表示哇 你這個地方應該將來 打那個邏輯就 比較不是問題了 OK 好 那試試看好了哦 所以未來蠻多地方哦 都可以用到 所謂的 兩重邏輯 有沒有 你 未成年跟成年 然後我們剛剛 只是針對 那個成年的部分哦 又把它劃分成三個等 哦 三等 OK 試試看好了哦 會 好像比較能夠理解的話 那你就寫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我發現哦 這個邏輯判斷哦 寫法非常多 像你剛剛講 這個是可以刪掉一種方式 其實另外還有一種寫法哦 比如說18到 30哦 另外一種寫法這樣 你不用這麼 這麼多 不用這個也不用end這個 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把H放中間 然後呢 前面哦 你就 打這樣子 小於等於 就是把這個前面 因為你不用end 你也不用 也就是說呢 把H 哎 方向對不對 方向是不是 應該是 大於 等於有沒有 應該是這樣才對哦 這樣方向對嗎 哎 18 還是顛倒了 還是顛倒了 應該是 所以哦 如果假設啊哦 因為之前也有同學哦 也有提到哦 說他比較習慣這樣的敘述方法 就是把H夾在中間 這樣感覺也比較精簡 可是老實講啊 所以哦 我說程式因人而異哦 你如果習慣哪一種寫法 而不會 會造成你的困擾的話 那個就比較好的寫法 那我個人啦 因為有時候哦 當然 呃 程式盡量越口語化哦 你也比較越不需要特別去 去記一些東西哦 所以 這樣的寫法也是合法的 剛剛的寫法也是合法的 那哪一種方式 但是你比較能夠理解啦 而且不會寫錯的話 哎 那那種寫法就好寫吧 千萬不要寫一個寫法是 你自己看得很痛苦那個寫法 我覺得那是 最最避免的啦 因為 程式 他有好很多種寫法 哦 那你盡量還是記一個 我覺得你自己看得 比較親切的 所以有的時候啦 哪怕是你 我看到別人寫的程式哦 第一個一定要把它改成 我自己的樣子 因為不是我自己寫的 就不是我自己寫的 怎麼看都覺得很 很很 沒辦法那個 一下子嘛 那如果你自己 自己寫的 自己改的話 你會覺得 這個程式看起來就很舒服 一目了然 OK哦 所以哦 剛剛特別提到哦 哎 原來的寫法 其實是可以改寫成 類似像這樣子 也就是你可以把H 擺在中間 然後前 前面一個判斷 後面一個判斷 OK 那就不需要用end啦 好 試試看好了 那當然 如果這個 這個範例哦 你們也可以再改一下 比如說我想要改一個請 比如說這個是 這個程式的話 我可以把它存檔一下 存檔名稱一下年齡 或者年齡判斷之類的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再寫一個程式哦 其實也不太需要改太多地方 假設我今天希望寫一支程式哦 這個程式的話呢 就把它改成請輸入乘機好了 那我希望哦 假如說我輸入乘機 乘機的話呢 如果輸入60分以下的話 那就D 然後呢 60到70 那就是C 那70到80就B 那A的話就80分以上的話 如果要改 改寫應該怎麼改 OK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今天要改 就是乘機是A B C D的話 有沒有 那 第一個當然也是這樣 請輸入乘機嘛 那乘機就一個分數 那把分數轉換成A B C D 四個等地的話 那應該怎麼改 其實這個蠻像的啦 其實沒改什麼地方嘛 請輸入乘機 那你說那個前面的Edge哦 假如變數名稱哦 你要改的話 嗯 那你也可以改 不改其實也沒關係啦 不過一般習慣是把它改一下 好像比較OK一點 那如果你要改的話哦 你可以用取代的方法 看一下 Ctrl R吧 Ctrl加R 對 Ctrl加R的話 或者編輯裡面應該要取代吧 你們找一下 尋找裡面有取代 那取代的話呢 我習慣Ctrl R就是取代 那你可以什麼 把那個變數名稱哦 這個整個都把它改成 比如說改成Score啦 或者改成A A算了 ANS全部改成A 然後替換所有 OK 那變數名稱全部改了 你可以用Ctrl A Ctrl R Ctrl R就會跳出下面的取代 或者是說在哪邊 我看一下 Ctrl R 在這邊 有沒有 替換文本也是Ctrl R 然後我把Edge改成A算哦 名稱的話 因為用Edge感覺怪怪的哦 然後輸入的話 如果是什麼 那一樣啦 你就切 那怎麼切比較OK呢 也許你假設你從底下切上去也可以 或者你從上面切下來也可以 比如說大於80分的話 比如說大於80分 那我就是A 有沒有 OK 然後 再來就是 如果是 70到80 兩種敘述方法 如果我今天用原來的好了 原來我覺得我比較能 比較直覺一點 比如說大於等於70 而且是它小於80 因為80也是A啦 所以這個地方就不能等於 那就輸入B 把它輸出啦 輸出B 所以大於等於70 那剩下來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拿這個 一樣來改 比如說拿這個 那就是60 然後再小於70 所以60 等於60到69 都是C 那除此之外的就不及格就低了 那這樣就改完了 OK哦 所以如果假設 再把年齡改成成績好了 然後執行一下 那輸入成績 假設88分應該是A 沒錯 那如果假如再輸入一個成績 55分 那應該是D OK 那理論上應該 如果你輸入幾種成績 那都65分是C 那理論上應該都沒問題 所以啦 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就是 輸入一個成績 所以 或者輸入一個年齡 那可以把 需要的結果 給顯示出來的話 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A的話 應該是大於等於 這邊少個等於 所以應該 80分也算是A的話 那就是這邊一定要加個等於 不然結果 80分會變成 它 就 沒有在這其中了 所以 可能Ls變 變D了 OK 所以80分看一下 這樣就OK 可是如果沒有這個等號的話 如果輸入80 應該會跳到Ls才對 所以這個沒有嘛 所以剛剛如果輸入80 Enter 變D了 為什麼 因為它第一個不是 第二個不是 第三個 那剩下就是D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年齡 試著做做看 然後再改成成績計算看看好了 好